美國制裁過制裁年之後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香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說《壹傳媒》的創辦人 黎智英和兩個兒子等7人都是被捕的 因為徹底《國安法》被捕 現在警方正在在《壹傳媒》的《將軍澳大樓》搜查 你覺得怎麼看《國安法》之後 有針對《傳媒》的打壓 我的看法就是很明顯這個是一個政治手段 不是一個法治的手段 是一個政治手段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制裁年》出了一個週末 這麼高調式去調查 甚至去拘捕《壹傳媒》 還有有關的一個家屬或者管理層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用政治手段去打壓言論自由 我想重申一件事 上次美國制裁名單 當中有內地官員涉及違反香港的自治 這件事真的無論是警務處也好 或者政府的高官 當中涉及今次的行動指令 很留心很提醒 大家要注意中行政權 就是香港的政權 這位內地官員去採訪 當中涉及這些司法 還是在香港的任何家居民 我相信制裁名單出了沒多久 政府這一兩天給我們感覺上 都是相對有一點溫和 或者都是不是很多的言論 誰知道星期一的7點鐘左右 就出現了這麼大的警察行動 這件事令我們都很突然的 令我自己都很突然 但是我們都覺得是 引證到我們看到這一兩年 政府是對於一些反聲音 是越來越大的高壓手段 但是我再重新一件事 結果就是政府要想一下 我們要承擔最後什麼的後果 那你自己會不會擔心 你們出來挑戰這些傳威的 對自己人身安全的影響 其實我就沒有特別擔心 因為客觀那句 由區議會選舉之前 可能一些人身的恐嚇 或者一些威脅 到現在我也覺得 其實香港人去到這一刻是不能退 無論是我們做前線的議員也好 或者在崗位上 或者傳媒的崗位上 甚至乎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我們都要堅守去講真話 去守護我們的核心價值 包括當然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還有我們的法治民主精神 我想這件事不是擔心不擔心問題 是我們的責任 但是今天我們在諗馬上 也許敲傷了 那是我們的家 在寨後 我們都在討論 活動中 就是我們在修正中 生命的 那是你說的 生命的 生命主 生命的 我們怎麼把 消火 精子